上一讲留下了一个问题 贾义的建议是让大汉帝国从法治转向理治 大汉朝的政治结构 是在周代的封建制和秦朝的郡宪制之间 取了一个折中 理治所赖以生存的金字塔结构 只剩下断壁残垣 尽管情况比秦朝要好 但要找抓手也不容易 贾义能怎么办呢 贾义给出的解决方案 在新书当中独立成篇 叫做阶级 就是阶级斗争的阶级 我们今天使用阶级这个词 来表示社会分层 源头就在贾义的这篇文章 在贾义这里 阶级是一个比喻 原本阶指的是建筑物的台阶 台阶的每一层叫做一级 古代高规格的建筑物 房间都会高出地面 从地面走进房间的话 首先从大门走进庭院 走到建筑物的底部 然后呢要上一段台阶 上到台阶的顶部之后 再往前走 就进入了建筑物的内部 堂的部分 这个过程叫做灯堂或者升堂 动词呢之所以用灯和升 就是因为有这个上台阶的过程 灯堂之后再往里走的话 就是入室了 一座建筑物要讲唤起人们的敬畏心 高度是必不可少的 但古人心中的高度 并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 万丈高楼平地起 楼房啊 无论多高 只要大堂和地面齐平 就达不到效果 堂必须高出地面 人为制造进出障碍 一人呢 必须怕很多级台阶 才能登堂 堂高出地面越多 尊贵感也就越强 而台阶的层级有多少 基本啊就等同于 堂高出地面有多少 也就是说 台阶越多 这堂呢就越高 尊贵感就越强 相反 如果没有台阶 人们从平地上跨一步 就能登堂 尊贵感也就荡然无寸了 贾义在这里有一句 很响亮的总结陈词 原本是 高者难判 卑者一灵 理事然也 这话呢 一语双观 表明意思是 位置够高 别人呢就爬不上去 昧着低了 别人一步就跨过去了 这是客观规律 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那么 举一反三 人呢 必须自金自贵 端起架子来 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 否则呢 就容易被人欺负 这个意思 如果 万好听的说 就是人 地自重 而后人重尺 如果忘难听的说 就是败高踩低 天性是然 贾义呢 并不去做道德评判 他在意的是 既然这是天性是然 那就应该 因势力道 把皇帝碰到 高不可攀的位置 离普罗大众啊 越远越好 这就需要社会等级的台阶 有更多的层级 而既然周代的 公侯伯子男 公亲大夫氏 已经沦为历史成绩 无法复活了 为今知己 就只有把高级官僚 当成必要的台阶 给他们相应的特权 不能让他们和平民百姓 处在同一个社会阶层 这话 乍听上去 很不合理 达官显贵 怎么会和平民百姓 处在同一个社会阶层呢 但贾义指出的是 只要朝廷推行法制 法律面前 出皇帝之外 人人平等 那么上述结论 就是成立的 高级官员 虽然可以享受平民百姓 享受不到的富贵 但只要触犯法律 就会和平民百姓 一样被困绑 被羁牙 被拷打 被刺刺 被割鼻子 被当种主展 平民百姓 看多了这种事情 就会觉得 这些平日里 阿高高在上的大人物 其实不过和自己一样嘛 而这种感觉 一旦有了 敬畏心 也就没了 这样一来 底层百姓和皇帝之间 就没有台阶 来做缓冲带了 之所以要给高级官员 以特权 法律面前 绝不可以 人人平等 贾义呢 经用一句名言 来说明这个道理 欲投鼠而忌器 乘以投鼠忌器 就是这么来的 贾义认为 处置 违法官员就应该抱有 投鼠忌器的心态 如果依法处置的话 犯人 确实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作为统治根基的 尊备秩序 也会遭受连带伤害 实在是得不偿使 另一方面 法治呢 还会带来一个恶果 那就是官员 丧失了自尊心 或者说 这种制度会自动 把那些高自尊的官员 淘汰出局 最后留在官僚队伍里的 清一色 都是无耻之徒 道理呢 很好理解 如果一位官员 被卷入了司法程序 被审讯 被捆绑 被打板子 受了这些羞辱之后 不但还有脸活着 甚至有脸继续 出来做官 那么这样的人 自尊程度 绝不会高于 泛夫走卒的一般程度 如果官僚集团 都是这种人 那么当皇帝 一旦遇到一点挫折 急举不问客制 不是树倒狐尊散 就是强倒众人退 所以皇帝 应该有意识地 培养官僚队伍的 廉耻之心 至于怎么培养 最好呢 去参照一下 御让这个案例 御让的事迹 前文呢 已经重点讲过 假意关注的是 御让做过中杭氏的家臣 不受主君重视 后来呢 御让投奔中杭氏的仇家 智瑶 被智瑶以国事相待 御让背叛中杭氏 侍奉中杭氏的仇家 行径呢 如同诸狗 而在智瑶死后 御让不惜 气声吞探 使致为智瑶报仇 事己可圈可点 可歌可泣 同一个御让 之所以前后的行径 判若于你 只因为 主君对他的态度不同 同样道理 如果皇帝把大臣当成全马使唤 那么大臣自己啊 也会把自己当成全马 以全马的标准 要求自己 如果皇帝把大臣当成奴隶使唤 那么大臣呢 也会把自己当成奴隶 以奴隶的标准 要求自己 当论证进行到这一层 嘉义抛出了一个重要结论 故谷者 礼不及庶人 行不知大夫 所以 利宠臣之皆也 这个命敌 就是我们熟悉的 行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 贾义认为 以前之所以有这种制度 就是为了培养大臣的道德操守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 贾义当然讲错了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贾义看来 行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的原则 很有现实意义 既可以增加皇帝和百姓之间的台阶 又可以提高官僚集团的道德水平 使人人都想遇让看齐 理想模式是这样的 皇帝高高在上 所有人都匍匐在尘埃当中 认真模拔 不仅如此 每一个阶级的人呢 都敬畏本阶级的上层阶级 而整个官僚集团 虽然本质上还是皇帝的雇员 但因为皇帝把各级官员当成 公侯博子男 公卿大夫氏 给以足够的礼遇 于是各级官员都会拿国事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甘心成为遇让的后继者 这样一副 挣着蓝图 稍稍憧憬一下 就足以令人心持神忙 那么新问题出现了 如果真有高级官员维瓦犯罪了 皇帝总不可能 不闻不问吧 在周代的理事结构里 常规方案是让这名官员主动离池 打点行装到国外流亡去 但家产 爵位 和官职 会给他的继承人保留着 但这种方案 在汉朝 显然呢 行不通 甲义啊 必须设计一套平替版本 平替方案呢 确实有 首先 甲义 援引古智 先从罪名入手 名不正 则言不顺 证明问题一直都是儒家的关注重点 如果有大人贪赃盲法 可不能给他定一个贪污罪 而要使用维婉语称之为 浮贵不适 意思是 祭祀用品 没有达理整洁 如果有生活作风问题 可不能叫污秽淫乱什么的 而要维婉的称为 梅薄不休 意思是 连字没整理好 隐身意识床上那点事 被外人看到了 如果有能力不足 不胜任本职工作 而被罢免的 可不能直接说 人家能力不足 而要说成 下官不值 意思是 他的手下人 办事不力 连累他了 也就是说 作为皇帝 一定要给大臣们 留足面子才行 那么相应的 没法犯罪的大臣 都会很失去 不等有关部门批捕 主动的积极请罪 罪行严重的人 直接下跪自裁 但这个呢 就引出两个问题了 你 大臣 如果不失去 皇帝 该怎么办 乐 大臣 如果 有冤枉 那 该怎么为自己身变呢 贾义的答案是 只要皇帝 以廉耻礼仪来对待臣下 臣下呢 就一定会做出 对等的回报 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 所以 第一个问题 并不成立 至于 第二个问题 贾义虽然没有明确回答过 但字里行间呢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一个要脸的人 是不会去申诉冤情的 这一点呢 我在雄义书院里面讲过 无论礼职还是礼屈 受审这件事本身 对君子来说 就是齿齿大辱 因为一旦对簿工厂 就不得不接受 刀笔小义等 卑贱者流的审闷和败布 甚至还会在拘押期间 接受玉利的贺骂和看管 就算最后啊 都以申冤脱罪 重回朝堂 但尊严 早已经丧事殆尽了 所以士大夫一旦厚罪 无论蒙兽多大的冤屈 有廉耻的做法 就是不做任何身边 直接自杀了事 我们今天来看 贾义的这番道理 会觉得匪夷所思 但古人心有欺欺言 蒙福之 纵论历史说 自秦朝改变政治结构以来 世人的廉耻感 丧失了十之五六 汉朝呢 勉强地保住了这么一点最后的廉耻感 庞宋 勉强地延续了下来 到了京元时期 丧事殆尽 明太祖 朱元璋倒是动过廉耻父亲的念头 但终于 做不到 王夫之笔下的明朝士大夫群像是这样的 俄家诸锡 俄坠诸渊 习于 赫斥 利于 至故 这事原话 意思是说啊 他们师阿被恩宠 仿佛呢被皇帝抱在膝盖上 师阿啊 被宝击 仿佛被推下了深渊 赫斥羞辱也好 批架 弹锁也好 他们呢 都 习以为常了 那么 问题到底 出在哪呢 王夫之认为 虽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要背这个锅 但士大夫实在呢 也有几分自取其辱 萧和 坐过牢 出狱之后 赵旧当他的丞相 周国呢 也坐过牢 出狱之后 赵旧当他的侯爷 平心而论 皇帝想怎么折辱他们 他们啊 确实没有抵抗的能力 但受辱之后 辞掉官职和爵位 这个总是能做得到吧 在干明朝的这些官员 如果说拼死 尽献忠言 不怕 赵狱和亭障 这确实称得上是一个中字 然而 在赵狱里 被折磨完了 被庭障当众打完了 身体恢复过来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不久之后呢 又穿着官服 拿着护板 在朝堂之上 人母狗样地继续做官 这就过分了吧 当然 即便以王夫之的标准 在明朝群臣当中 也挑得出 极少数的榜样人物 东陵党民宿高攀龙 就是一例 他被阉挡诬陷 罪名是贪污 如果用假意的话说 就叫 浮鬼不适 高攀龙敢在执法人员 上门逮捕之前 就 头水刺尽了 此前呢 留下仪表 说自己 虽然被 薛吉为名 但毕竟呢 当过朝廷大臣 大臣受辱 则 果辱 所以呢 向北叩头 学习屈原的榜样 君恩未报 结怨 来生 王夫之拿高攀龙举例 说高攀龙头水一死之后 连魏忠贤的气眼 都有所收敛 这样一看 假意 显然是对的 文帝 也确实 身以为染 照方抓摇 后来啊 大臣有罪 虽然并没有像资质通鉴讲的那样 皆自杀 不受刑 但自杀 确实成为主流价值观之下的 必选项 不过假意 没说对的是 要想培养 士大夫的节操 皇帝和士大夫 必须 双向奔赴才行 只靠皇帝的努力 是不够的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一个 活生生的立正 大臣 犯了重罪 文帝把假意 这一套理的功夫 都做足了 但大臣 就是不识趣 不甘策杀 这能怎么办呢 假意的治安策 到此结束 我们下一讲 再见